焦点对话 我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 亚太金河峰会在美国夏威夷闭幕 美国总统奥巴马说 亚太金河组织的最终目标 是建立一个无缝隙的区域经济 美国继续积极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区 美国占领华尔街抗疫行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 并且在全球许多地方引发了类似的抗疫活动 尽管有人认为抗疫活动缺乏明确的目标 可能无果而终 但是这场运动给美国和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警示 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讨论这些话题 一位是马里兰大学美华中心主任戴博Robert Daly 另外一位是北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副研究员钱立伟博士 欢迎两位 谢谢 在我们谈亚太金河峰会是否成功之前 我想先谈一谈最近也是奥巴马总统在亚太金河峰会上 对中国提出的批评 我们注意到奥巴马警示中国 说美国对中国的货币政策 还有贸易的作坊正在失去信心 他说中国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 需要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去做事 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 而且要美国以及其他的要为美国 其他的国际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的一个场地 那奥巴马总统发出这个评论以后 我就看到有很多评论说 这是奥巴马总统自上任以来 甚至是自他竞选总统以来 对中国迄今为止使用的最强硬的言辞 两位如何评论奥巴马总统的这个批评 我觉得他用像成年人这些词 是有点过了也没有必要 可能是不是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中国只是怎么他说玩弄 或者操纵人民币的汇率 这个一直是中美关系带来一部分摩擦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次只不过是另外一个回合 这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他这样子讲 就是因为他用了一些 我自己认为是有点过分的这些言辞 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真实性的一个做法 而且你觉得是把很多美国的问题 就是要推诿 所以那个人民币的汇率是一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并不是美国所有的经济问题的根 先莫说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其实一个宣誓 其实也很有意思 就是说首先我想这个作为奥巴马总统 你要看他讲话对象 比如说他对美国老百姓这个讲的 他怎么说中国是怎么怎么厉害 不过他这个state of union 他这个国庆资论里面说 中国在哪些方面已经要赶超美国了 但是在另一个方面 就是这篇讲话其实他的受众 就是他的观众 其实是在这个 就是说他参加这个会议之前 对这些地区的所谓的他那个美国的盟友 或者说他的伙伴一种安抚 另一方面呢 我觉得他这个大的背景还是就是说 现在世界经济又面临所谓这个二次衰退风险也好 美国经济现在失业率高 还有一个最特殊的背景就是美国马上要这个大选 那么在中美关系里面 刚才那个戴利先生讲的 这个中美关系里面这些问题其实是老问题了 也不是说今天才有或者说干冒出来的 那么这些老问题不断的被这个炒作 那么奥巴马总统用了一些比较刺激的这种 或者说中国话说比较狠的这种话来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大的背景和他即将去那时候参加这个APEC会议 那么对地区盟国也好 对这个美国国内老百姓也好 就是说表了一个比较一个直白的一个态 但是从言语上来讲 我同意对戴利先生的看法 就是说他是比较带有刺激性的 就是说但是很多地方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刚才你也谈的前面是也谈到 其实我也看到了华盛顿的这个智库里头 也有一些就是中国学者 研究中国的学者认为说奥巴马这次对中国的尖锐批评 除了表示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失去耐心之外 更大程度上也是出于选举年的这种政治需要 你同意他这种看法吗戴博 其实我觉得最大的那个因素并不是那个大选 我还是觉得是地缘政治 这次那个奥巴马那个到那个亚太去 那个克林顿要去缅甸什么的 其实这个都是要宣布美国是回到太平洋地区 美国也是太平洋国家那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 我们不会离开或者不会把那个太平洋就是那个攻守 让给中国的他是要宣布这些的 所以他用了这些这些话 主要是为了这些而不是为了说服这个美国选民 肯定要投奥巴马的票 我觉得这是跟他的长期的战略有关系的 跟选举的直接关系我自己觉得并不大 奥巴马总统上任以后特别是在有一次 这个就是克林顿国务卿这个访问亚洲地区的时候 这个美国要回到亚洲了 这个当时可能中国对这个反应还是也挺强烈的 就是作为这个学者来看 中国方面就是对于美国重返亚洲这种提法 或者说现在的具体这种做法是怎么看的 这个问题其实我原来在国内的时候 这个一些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重返这个词 我是坚决反对就是说用重返这个东西来 就美国说自己是重返 大家知道美国确实是一个太平洋国家 它的西海洋靠着这个太平洋 那么长期以来它在美国在太平洋地区 亚太地区的这个经济 贸易 军事 安全 文化等各方面的存在 从来没有停止过 更何况就是说即使说比如说奥巴马总统如果说前日 他的前任布什总统比较忽视亚太地区 因为打了两场战争 在阿富汗 在伊拉克 他的这个战略中心也好 或者战略关注也好 更多的集中在这个中东地区忽视了亚太 但是并不是说就是说美国撤出了亚太 或者说对亚太的这种投入下降了 现在奥巴马总统这个包括克里顿那个国务卿提出了这个 从返亚太这个战略 我觉得其实是一种加强 reinforce 而不是说 go back to Asia Pacific 也就是说完全是这个 就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上通过这种战略的转移 关注的转移和战略投入的这个加大 那么在亚太地区的这个 在美国这种外交政策里面的优先议程其实更提升了 就是说相对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以后 这个往这个上面在这个战略上的这种提升 那么加上这个资源的投入 同时有一个因素就是说 不管是媒体炒作也好 或者说在作为大国两个大国 中美两个大国的这种战略心理 或者战略文化以及战略这种设计也好 那么亚太地区大家一看就说东西两边 正好都是在这个北纬 这个相对纬度又是比较那个一致的两边 那么两个大国这种战略竞争这种关系 现在很多人避免用这种关系 但是就说它背后 就是说从这个民族国家这个理念来说 其实是存在这种战略竞争的关系 我觉得美国现在就是要给中国 要传递一个那个信号 就是要让中国就是在整个那个地区 因为要扩大 中国也是要扩大 它方方面面的那个势力 软势力 硬势力等等 美国就要它那个三次而后行 这个也我觉得相当一部分是跟中国这一年的 也地区性的一些外交也有关系 什么天安号时间啊 或者那个南中国海的很多这些问题 包括那个中国是把那个旧续线之内 说这是它的领土 把这个拿入它的那个核心利益范畴之内 不只是让那个美国有所担心 还是让亚太地区一部分的国家有所不安的 我觉得这一年中国的这方面的一些外交 可能是有一点或者是过分了 或者是那个过早的 反正对于一部分国家来讲 他们觉得中国是露出了马脚 觉得它有这个要做那个亚太地区的 那个老大的那个野心 所以美国主要就是让它三次而后行 就是说不会那么容易 可是这个也是一个会合 中国也不应该是太吃惊的 这是逐渐逐渐地发展出来的 现在那个美国所宣布的 你说那个澳洲的那个新的那个基地也好 或者它的别的新的那个贸易协定也好 到现在为止只不过是宣布而已 美国有没有能力做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好 通宵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稍后回来焦点对话继续播出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高峰会议 本星期在美国夏威夷闭幕 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 亚太经合组织的最终目标 是建立一个无缝区域经济 他说美国需要成为该地区 一个努力进取的竞争对手 与会国家达成一项协议 将再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以上 和占世界贸易总量44%的地区促进增长 创造就业机会和扩大贸易及投资 美国积极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自由贸易区 中国对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并没有采取热烈拥护的态度 目前各种合作形势繁多 亚太经合组织到底是不是一种 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亚太经合组织是否能够成功建立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自由贸易区 美国之音焦点对话正在播出 欢迎回来 还是在谈亚太经合组织 到底成功不成功之前 我们还是要谈美中关系 在这么多的亚太地区国家当中 这些首脑参加这次会议 我想美中关系是一个全球关注的 非常重要的双边关系 刚才我们谈到了奥巴马总统 对中国的批评 最近我们注意到 美国现在是个竞选的季节 不久前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举行了一次辩论会 在这个辩论会上 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罗姆尼 也是非常尖锐地批评了中国 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 是偷窃美国和其他国家知识产权 另外对别的国家的电脑系统进行攻击 再一个还是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 然后这样给自己的出口带来这样的 不公平的竞争等等说 操纵人民币汇率问题 这样就是夺取了美国人工作的机会 我们如何来看共和党人在这方面的 对中国的这种批评也非常的强烈 他的这种说法到底是真的 他是要这样批评呢 还是也就是一个竞选的时候 需要这样做的 需要这样说的 我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观察 或者说纵览一下美国历届竞选里面 包括克林顿总统那时候竞选 到后来布什总统的竞选 其实都会出现一些对中国这种 不是不友好或者说一些刺激性的竞选语言 这是一个层面 还有一个层面就是说也客观上 或者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这个总统候选人对华的这个观 就是说对华观对中国的这个观点 那么假设比如说罗牧尼以后当选 这个共和克塔斯进入这个最后的这个角逐 甚至包括如果进入白宫的话 那么这种观点 他我觉得还不是仅仅极限于一个竞选语言 包括他的对华班子 或者说他的战略班子的设计 外交政策班子 那么对这种相对比较消极的这种对华观 会影响到未来他这个如果权力交接以后 对这个中国政策的制定也好 对中国怎么看也好 这可能需要一个一个过程 那么如果我们回顾那时候 布什总统当选 那时候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战略竞争者 是吧 把它转过来其实并不是容易的 很容易的也是 特别是碰到一些突发事件 比如说那时候01年那个撞击事件 那么始终没关系 可以说本来已经是往下坡走 他突然就往下栽了 然后在最后反攻起来的话 那很大一个原因 我个人觉得就是911一个原因 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转折 如果假设一下没有911的话 中美关系可能要如果恢复到 这个go back to the normal 正常的轨道可能需要更长的这个时间 抚平这种中美关系里面的创伤也好 需要更长的这个时间 那么显然是对两个国都不是一个好事 我觉得 那为什么美中关系总是会这样曲折起伏不断 为什么就不能就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 这样的一个美中关系呢 这个有很多原因 跟中国的决起 跟美国的有点担忧 他会失去他的那个世界第一的这些身份 都有关的 因为美国人觉得那个中国是他的那个 就是一个非常对称的一个国家 看他的决起 就是有一点害怕 失去他自己的身份 所以你很容易妖魔化那个对方 虽然这些方法民们的问题都有 只是产权是一个问题 攻击美国的那个电脑那个网络 这个系统都是问题 那个人民币的操纵问题 这些是真正的问题 但是这些候选人都不说 其实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说 我们现在双方关系的那个状况是得了好处 总的来讲是建设性的 这些不能说吹锚出刺 不能说是那么小的问题 可是是正常的两个打国之间的会有的一些问题 候选人都不这么讲 我非常同意你刚才的那些分析 每一次有那个总统的那个大选 都是有一些挑战者 候选人会提出中国 是这么有害于美国的 这次那个罗姆尼老提起中国 我不这么担心 因为归根界底他是个上人 到时候他也会比较温和 可是他说了几次 第一天如果他可以选为总统的话 他就会把中国正式的指定为一个 那个货币的一个操纵者 这个有一点危险 因为到了那个时候 如果他不履行挪言 他第一天做总统 我们都会看得出来 可是如果他第一天当总统这样做的话 这个也不是个建设性的步骤 我看 奥巴马总统在这次亚太经合峰会上说 说亚太经合组织 他的一个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个 无缝隙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经济 并且说美国要成为这个地区的一个 努力进取的一个竞争对手 这就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主题 就是亚太经合峰会 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上 各种各样的这种合作组织太多了 这G20峰会 又是上海合作组织 然后还有这个东南亚 几国联盟 10加1 10加2 10加3等等 各种各样的这种合作组织 那么这个亚太经合峰会 到底是不是一个有成效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组织 能不能建立一个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 这样一个无缝隙的这样的一个区域经济 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个那个世贸组织 何必有那么多像你说的 我头都晕了 都分不清的这些 哪一个那个自由贸易协定要是起什么作用 都有一些什么回约呢 他们怎么互相之间操作 我不太清楚 我觉得一个更重要的一个行动是 就是像中国说 因为这些所谓的国际贸易秩序的规则 不是我们所指定的 我们没有参加 那好 我们可以问中国 你想看到一个什么样的 所谓的新的那个世界秩序 你觉得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些规则 来进行那个国际贸易的 我们从这里谈起 其实中国是从中得到了非常大的好处 明明这30年来 中国在贸易各方面的 是在所谓的 他没有参与规则制定的这个秩序之下 他非常成功 他知道怎么玩弄这些的 也不是说玩弄 玩弄是有变异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反正我是说他得到了很多的好处 如果他不满意这些规则 他应该说清楚 他想怎么改 我觉得建立一个新的那个贸易协定 还不如就问他 你觉得中国现在好 你是一个大国 你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发展中国家 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修改这些规则 我觉得这个亚太这个APAC这个组织 现在走到目前为止 确实面临一些问题 但是我觉得就说 一个是最高层面的 就WTO它多花回合 现在屡屡没有这个进展 特别是这个发展中国家 新兴国家和这个发达国家 有一些根本矛盾 那么在全球层面 其实现在已经很难进一步这个推进 那么很多的是在地区层面的 这个旅进度这个层面的一些推进 那么亚太经合组织从93年开始 就克林顿总统那时候开始 就一直在往前推 有一些进展 但可以说就是说 如果跟更次下一级的这个组织 像比如说中国现在跟东盟要搞自贸区 包括韩国跟新西兰等等一些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贸易这个东西 还是更多的 应该才从一个自愿的一个层面 比如说有条件就达成 没条件就先放一放 确实是这样 就是说中国这些年 达里先生刚才也讲的 确实从这个世界贸易里面 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好处 特别是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这个中国这个贸易顺差 可以说对中国解决中国国内的 这个就业问题 促进这个经济发展 以及甚至包括对于社会稳定问题 其实有非常的这个积极的作用 那么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贸易 第二号的大国 可以说第二第三号的一个大国 那么中国也表示 这个在过去的一些贸易 规则制定里面 中国并没有参与 但是确实中国从这些 一些这个规则里面也获得好处 也可以说过去如果说中国更多的是反对 或者说我们讲要改变这个经济秩序的话 那我们更多的现在可能是主张修改 比如说 这么的修改法 对啊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 就一方面你是一个快腾很大的 那个人就比如说你是政治上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贸易上你是世界比如第二大贸易国家 那么你现在需要的就是说提出自己的主张 目前中国缺乏的是更多的缺乏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能力或者说这种意识 现在我们现在慢慢的也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 但是要做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从原来一个规则的服从者 变成一个规则的参与者甚至是这个规则的这个制定者 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中国可能在心理上或者说在其他方面 并没有完全做好这种准备 但是就像我我相信就说 就像中国在做贸易上那么快那么短30年时间 一下发展成那么这个贸易大国甚至强国的话 那么在未来的比如说10年15年20年时间里 中国慢慢的这个通过这种或者转换脑筋 咱们讲这个也会慢慢的这个在规则之内 中国已经有人 中国的银行商也是非常成功的 中国的那些分析这个国际那个经济的这些人 也是第一流的人才 我觉得如果像中国老说的 这个老的秩序是不公平 或者是有利于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这些大的国家 那好吧也许是这样 可是应该是更详细的讲 提出个建议应该是可以今天就做到 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局面 比如说咱们现在就说中国随着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 现在咱们也去这个非洲去投资 是不是过去比如说我们讲这个西方殖民者 比如说到非洲去剥削 或者说通过这个不公平的这个规则去剥削 那么现在中国面临一个局面 就是说你现在也是成为了一个投资者 你去到那去 那你怎么解释你这个行为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你怎么不是剥削性的 这个问题就在这儿了 就是说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中国又面临一个弱势的一个局面 这刚才讲的例子 中国是一个强势的一个局面 就是说我们去出去投资 那么你是定位是什么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你现在另一方面 你也是在国际分工链里面 中国其实还是处于底层的 是吧 那你又会提出一些 就是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秩序 这两个角色其实是矛盾的 是矛盾的 而且美国也就是因为有点听力了 就是有时候中国会玩那个 我们可是个大国 我们肯定要做参与者 对不起 我们只不过是个可怜的发展中的国家 我们没有能力 这种双重生分的这个矛盾 说到这正好是我们就要谈一谈这个所谓的TPP 就是也是在这个亚太经合组织这个框架下 主要是美国还有几个比较发达的 这个经济发达国家提出要建立一个 叫跨太平洋这样的伙伴关系 实际上是要建立一个贸易区 现在来看比较积极 一个是美国在积极推动 比如说日本 加拿大 墨西哥等等这些 现在都比较热烈的回应 中国呢一直是属于对这个 最早的时候是持一种批评态度 说你这个是贸易保护主义 那后来呢就持一种观望的态度 就说好像这个你这个门槛太高 就是谈到这个规则的问题 那么两位不知道怎么看 中国到底是不是应该积极的来参与这个跨太平洋的这个伙伴关系 这样的一个架构 我个人觉得就是通过我的这个研究 我觉得中国现在也是面临这么一种局面 就是说在双边上 比如特别是对中国而言 比如中国现在你观察它这个贸易 基本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对周边是一个逆差 就中国处于一个逆差的地位 特别是像东盟 它的这些就是说 这个内部人可能是邻近的国家来说 它是一个逆差的局面 那么现在的这个顺差可能主要是来自欧盟 来自于美国 那么中国是处于这么一个地位 那么通过这种地位的话 中国其实是加强了对周边的这种经济的这个 不控的能力 或者说经济交往这种能力 其实就以中国为核心的这么一个能力 然后再通过中国往这个欧美那么输送 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我觉得就中国现在 可能关注的更重点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如何已经把一些 跟双边签的或者跟东盟签的一些东西 落实到这个实处 这些细节的东西能够如果能 比如2020年建成跟东盟的一个自由贸易区也好 那么对中国来说 它未来的这个市场其实已经打开了 那么对这个TPP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就说一个TPP本身一个是自愿的 你自己这么参与 然后在双边的过程中也不是完全对等的 比如美国跟日本签的 如果某一个协定的话 并不同时适用于那一个 那美国需要跟另一个国家签 如果在这个三个三方之间 如果又有协定以后 那么我们才能变成一个 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贸易区 它其实是这么一个架构 那么这本身的一个谈判这个过程 需要非常一个复杂的过程 那么中国现在已经有自己一个 咱们讲这个自留地也好 或者说比较舒服的一个地方来好 那么对这个东西 我觉得它可能还是要 更前时间的观察或者研究 已经看这个东西 美国如果牵头或者说跟美日 如果日本现在也表示要加入 那么未来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一个方向 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种发展方向和程度 是不是中国能够接受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拭目以待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那个TPP只不过是有相争意义的 它到底会怎么发展下去 有没有高度的组织性 我们都不知道 可是我觉得对中国来讲 它应该注意到这个相争意义 因为这个象征着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相当一部分是美洲和亚洲 相当一部分的国家对中国的不安 而且这次TPP 就是奥巴马开始宣布TPP 要做一个非常大的经济贸易协定 就是跟它在澳洲 有一个新的美国海军旅舰队的一个基地 就是同步宣布的一些东西 经济方面 军事方面的 这些相当一部分肯定是给中国看的 当然奥巴马政府不会这样子讲的 可是我们都比较明白 这些都是有相争意义的 主要就是看它们怎么发展下去 我看 说到这个相争意义 我想我们这个话题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面对现在这种全球化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 特别是美国现在的这种经济状况 未来美国是否会因为 为了自己这个经济利益 而减弱对中国在人权 民主化和新闻自由这方面的批评 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可能看不断的时段 就是说和中美关系相对比较好的话 它这种调子可能相对lower tone 这个会降低这个调门 甚至包括一些通过秘密外交也好 或者私下沟通也好 比如领导人这种互提关切 叫做concern这种形式 就可以有不同形式的这种关注 那么对中方而言的话 中国也会做出不同层面 或者程度的这种反应或者反响 我觉得本身就是说这个问题可以说 可以以期的 不管是民主党政府也好 也是共和党政府也好 会不断的向中国提出来这些问题 特别像人权问题 就是包括就是说 对中国而言的话 那么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回应这些问题 甚至在中国其实这些年这种回应 这种进步已经是非常明显的 过去我们可能讲人权到底指什么东西 是吧 现在我们自己可以主动出人权白皮书 我们主动的向世界解释这个事情 甚至公布我们的一些 就过去可能被视为保密的数据 或者说外界不知晓的 其实中国政府也是在 不断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曲线 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么使这个社会不断的适应 咱们讲这个现在讲叫与世俱进 跟世界的这个脚步能够不断的这个合拍 那么使中国这个社会更加的这个开放 我觉得这个就是将来会跟这个 这三十年来一样 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波动 有一段时间我们是更强调 我们跟中国在经济贸易方面 有很多那个共同点要合作 然后因为某一些事件 也会有半年的时间 我们是注意到这个人权问题 或者这些别的问题 就是将来会有很多 那个大起大落的这些波动 这个也是面不了的 加点对话 聚焦热点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占领华尔街对世界有何警示 电视频 电视频